那麼石油風吹翻動 那麼一聲音風動 一聲音翻動 所以那個說風動 已經講到氣 那個說翻動還住在形象 住相 所以我們要了解說 理氣相 這個氣風動 然後相翻動 議論不一樣 就爭吵 說他的對 那麼廢人進來講 不是風動 也不是翻動 是忍者心動 所以我們就是了解 那個心動 就是理 然後轟動就是氣 翻動就是相 理氣相 在我們身上 全部都具備 理就是我們的佛性 氣就是我們的應轉前身的那一些呼吸之氣 以及這個血液形反 然後這個相 就是我們看得見的身體 理氣相 我們身上全部有 所以我們要了解到這個就全部在我們身上 可是我們假如說 住相了以後 在形象上 我們見不到氣也見不到理 各位知道這個意思嗎 各位知道這個意思嗎 知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我們在凡城面對所有眾生的時候 我們一看 都一定 你就先看 是漂亮的還是蠢肉 是男的 女的 是老的 還是年輕的 都已經在相上 在用心 那個叫住相 住相 了解意思嗎 我們是不是都這個樣子 大部分我們跟人家見面 第一個都是從他的那個外表形象來看重注重 可是我們要了解到要進一層 因為進一層以後可以看到他的應轉全身 那個氣 那應轉全身有一個主宰者 誰在主宰 那個就是理 理氣相 那我們進入到底 走入理以後 我們就可以了解說 可以啊 指揮我們的氣 然後呢 使我們的相 呈現什麼樣的行為動作 對不對 我們的主宰 剛才我們那個三哥裡面 也有說嘛 我們都要當主宰 我們自己要主宰自己 我們從這個理天一下 太久了 都住相 然後六道人回 那現在呢 我們都想回去了 所以呢 把凡臣的 把這個事啊 凡臣事啊 也都能夠放下 然後把我們不生不昧的真心佛心啊 使他恢復他的清靜 這樣咧 我們就可以啊 又回到本來了 本來就是佛 本來就是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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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